凌晨1点多 渔船不明原因起火 再加上船上堆满燃油等易燃物 不断喷火 还冒出超大量浓黑烟 超惊人 火烧船意外发生在高雄骑进区 海巡消防都出动 海路同步灭火 只花25分钟就把火扑灭 但渔船已经几乎烧光光 有 我们也要请求海巡 巡防艇35吨级的 在水面上出水 同样全面燃烧的 还有嘉义之洞两层楼高专造平房 远远看过去 民宅烧成一颗大火球 还有火舌不断窜出 屋主第一时间夺门而出逃命 没想到吃个饭竟然挥小处 初步研判起火原因可能是 电线走火 山中村牛仔山住宅火箭 抵达现场住宅全面燃烧 台中丰源轮胎航 凌晨三年多也突然开始燃烧 火势迅速蔓延 隔壁吊具店首当其冲 消防员洒水罐就扑灭 轮胎行客人车辆全部烧光光 损失财重 我之前都还不晓得 火红还有一些都还不晓得 轮胎行业者看到 辛苦打拼的店 复制一句哽咧到快哭了 相信前回原因还要等火雕科 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